欢迎收看本节目 如果同在巅峰时期,朱芳宇和丁燕宇航相比谁更强呢?关于这个问题,估计很多年轻球迷会认为是丁燕宇航。毕竟如果不是因为伤病,小丁很可能已经成为NBA联盟的一员。特别是在他的巅峰时期,战力方面更是堪称国内同位置球员的天花板。但是呢,如果双方同样都处在巅峰时期的话,那朱芳宇毫无疑问更强一些。 为什么这么说?比如进攻端,作为国内顶级得分手,小丁得分手段十分丰富,能持球单打,能命中外险三分,而且均达到了联盟一流以上的水准。侵略性和威胁性也不比那些外援差,称得上是国内版本的进攻万花筒。但是,小丁会的朱芳宇全会,就连小丁不会的朱芳宇也会。 很多看球比较晚,或者只看国际比赛的球迷,会认为朱芳宇是一位三季球员。进攻手段只有三分投射,这就大错特错了。 巅峰时期的朱芳宇不仅持球单打,不比小丁逊色,更有一手小丁所没有的低位背身能力。 甚至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中,利用背身单打戏耍过NBA巨星皮尔斯。 至于外线投射,不夸张地说,巅峰时期的小丁比巅峰时期的朱芳宇至少差了一个档次。 而在防守端,朱芳宇被荡成三季球员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因为巅峰时期的朱芳宇,甚至算得上国家队防守对方外线核心的第一选择。 有身高有对抗,同时防守端还极具侵略性。 而在国内联赛中,一对一防守对方小个外援的朱芳宇,可以说是丝毫不落下风。 至于丁燕宇航的防守嘛,只能说是不拖球队后腿,算不上多好,也算不上多差,也就及格的标准。 不要说实力,其实就连两人的天赋方面。 小丁也比不上朱芳宇,虽然小丁在国内算是天赋出色的顶级球员,但是在运动能力和速度方面比较一般,能达到如今的高度,更多来源于场下的刻苦训练。 而当年的朱芳宇,那可是天赋爆防,和易见连一样。 他的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绝对是同位置顶级,速度也极为出色。 进攻端各种暴扣,那是幸手拈来。 而且朱芳宇还属于那种自律性比较差的球员,曾经就多次被爆料抽烟喝酒,现在网上还能找到这些图片。 看到这里,可能有人会说,那你朱芳宇这么强,为什么没有打NBA呢? 小丁至少差一步,就成为NBA球员了。 其实老球迷,都知道,巅峰时期的朱芳宇,不是打不了,是不愿意去打。 当年太阳和凯尔特人,都向朱芳宇开出过合同,不过在当时,却都是短期合同。 这对于性格中,有些宁当鸡头,不作凤伪的朱芳宇来说,多少让他感觉,受到了一些侮辱。 再加上当时,已经年龄不小,在国内早已是,顶级球星的他也不愿意,去NBA重新开始。 这才拒绝了了,NBA的邀请。 从这方面来说,朱芳宇,同样是强于小丁的。 所以说,不管是个人天赋,攻防两端的实力,还是对更高联赛球队的吸引力。 巅峰时期的朱芳宇,都要明显强于丁叶宇航。 虽然小丁很出色,但这就是事实。 今天的节目,就到这。 如果,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